老板 就拿两个鸡蛋 两个油条 还有四个包子 好嘞 您这有汤粉吗 有啊 帮我再拿两碗牛肉汤粉 您这是几个人吃早点啊 您要这么多 其实就给一个人带 不过就见到他我胃口特别好 而且这个人也特别能吃 那也真太能吃了 来 怎么着 走 带你玩去 别动啊 别动 行了 玩去吧 玩去吧 早饭都给你买好了 你干吗呢 臭美呢 来早了十分钟啊 家里来客人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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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走 还看着我呢 总得陪我把这场戏演好吧 林胜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你不觉得这样 对他太狠了吗 我现在对他心里这么好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难道你让他下半辈子和一个影子为伴吗 不会的 你不会有事的 我必须得这么做 只有这样他才会死心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他还年轻 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我不想成为他的牵绊 与其让他失去一个心爱的人 不如让他忘掉一个福心的人 这份痛 越短越好 坐吧 为什么呀 想跟你道个歉啊 刚才那一步不应该让你看见 还没办法赶上了 看见就看见吧 我不想骗你了 我跟Grace的感情一直都在 我不信 OK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但这就是事 那我俩以前算什么呀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恋爱是有周期的 热恋机最多也就六个月 谈恋爱的时候嘛 说过一些话 做过一些事 都很正常 但是回归到理性之后 自己才发现 还是要跟合适的人生活在一起 别说我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了 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吗 你还想怎么能 也可能 因为我对Grace的感情 从来都没有变过 小点不是你的错 只是我改变了我自己的选择 OK 你俩的事我一直都知道 我不信你还能对他有感情 我们两个人之间是有很多问题啊 不过那都是五年前的事了 这一次我回来之后 误会都已经消除了 他原谅我了 我也原谅他了 你心里清楚 我们两个人才是最合适的一对 对吗 不能别骗我了 好好说话行吗 你能别再纠缠了吗 如果需要的话 我给一股传给你 我再说一次 你听清楚 我心里一直爱的都是瑜伽姐 你就逼着我牺牲 所以以前都是假的是吗 你是糊涂吗 只不过我现在清醒了 行 我 我 我知道了 还要说一次 你愿意闭着我牺牲 我 我本 从没有天生 我懂你心上深深渐渐的痕 爱缘分 是我在梦梦中生 万千不成 只为和你相忍 小婷 小婷 你出来呀 小婷 你出来 我们都在呢 你干嘛把自己关起来啊 小婷 算了 让她进去吧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 走吧 哎呀 我承认公司的业务的确出了点问题 公司上下都在努力的去解决 但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 连这一点的新人都没有吗 您作为欧诺的董事长 在商言商的道理您应该知道 我们呢也是按照规章办事 欧诺跟贵航合作多年 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和信任 所以在这次的危机中 我希望贵航可以继续相信我 相信欧诺 帮我们欧诺 渡过这次的问题 抱歉 欧诺 现在欧诺的现金流问题 实在是太大了 术和埃莫能助 还有 我不只要停止给您公款 而且呢 您必须按期还款 否则 只能后果自负了 您说 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 指望不上别人了 不被人落井下石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也不都是落井下石的 万一还要靠谱了呢 你说谁 我的意思是 要不我们把连胜请回来 舅舅 我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你赶快联系一家 对我们欧诺股份 有意向的合作伙伴 你疯了吧 我现在想把我的一部分股份 卖出去 不是 您说我跟你说 我知道你要劝我 但壮士断闭 现在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 你好你好 小女工作室 店里就你们两个吗 对 那个特别可爱的设计总监呢 他 他不在 他不在 不会吧 我们可是专门冲他来的 我还请了假 一会儿还得回公司呢 对不起 一样的 没关系的 我们服务室一样的 对对对对 一样的 服务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你俩都行的 你俩都行的 好 太郑子涵 我来吧 老板 你看小婷她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 我也觉得是 这段时间她都怪怪的 会不会是跟连总吵架了 别乱想 好 喂 卡曼 最近连盛她特别喜欢睡觉 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你看一下啊 睡睡是因为脑部缺氧 她这两天吃得怎么样 一般吧 胃口也不是特别好 反正呢 你就是让她吃好 休息好 我会尽快回来的 好的 那先这样吧 我接个电话 好吧 那你先接电话吧 喂 太郑 女大 余总啊 是啊 将军呢 将军她已经睡了 有事吗 没有没有 没什么事 余总 你想什么呢 你说我想什么呢 不可能的 他俩不可能在一起的 肯定是一位将军了 除了连总 谁还会把她折磨成那样 孙总 细节方面 您还是再看一眼吧 不用看了 和你们欧诺合作了这么多年 你求懂的为人 太清楚了 但有句话 我还是要说在前面的 说 现在我的确有难处 但等过了这个难关 我还是希望把这份股权收回来 当然了 我不会让您吃亏的 肯定不是转让的这个价格 回购美股 在这个基础上 我至少给你加上一个点 哎呀 太前外了 邱总 生意场上 谁都有可能遇到周转不开的问题 那你邱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就冲着我们合作这么多年 冲着我和翁总的交情 这个忙 帮你定了 孙总管人有魄力 签议协议 签议协议 签议明天到 好 董事长我突然想起来 公司有一件 事情 需要你去处理 我千万四再说 事万活计 孙总对不起啊 我有件事情要处理一下 马上回来 行吗 你不觉得这个事儿有蹊跷吗 孙总不是你介绍来的吗 怎么会有蹊跷 这姓孙的 平时连一铁公鸡都算不上 他就是一堂公鸡 这次那么爽快 你提出的股权转往价格 他一口就答应了 回购的时候也一点都不含糊 你不觉得里面问题很大吗 我虚个他一个点的回报 也不算少 一个点 我就不信这姓孙的能为一个点忙前忙后 那你的意思是 有人出价比我们更高 您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 所有的风险我们都要考虑进去 这个股权 我们把它送出去很容易 想拿回来可就难了 那我现在很需要这笔资金 就算有风险 也只能试一下 舅舅 目前主动权不在我们的手里 也顾忌不了那么多了 只有拿到资金 稳住局面 我们才有反击的机会 这个协议我只能签 必须签 是 可是音数 财务部那边打过招呼吗 嗯 孟总 我刚刚从财务室回来 孙总他比钱要大账了 好 钱到账 局势就会稳定一些 这样我们也不至于 被人牵着鼻子走 孙总的钱 什么钱啊 公司的资金缺口太大 借不到款 我让出了百分之五的股份 先解决一下燃眉之急 你说什么 你私自让出了欧诺的股份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孟总现在现金流紧张 银行都催着上门讨债了 如果一直拖着不给 我怕事情会放大 一旦形成了连锁反应 大家都来孟总要钱 后果不堪设想 那你就可以卖股份 是不是啊 啊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需要跟我 商量一下吗 你手里的股份你想出售就出售 没有掌握后果吗 你也不用担心 葵斯 这只是权益之计 等欧诺局势稳定了 我会再想办法把股权买回来的 你看啊 虽然这笔钱到账了 但是呢 也只是够我们喘口气的 要想彻底解决赵浅明这件事情 挽回局势的话 我觉得 要不还是把连胜请回来吧 连胜是不会回来的 不是你说 你看 你们之间的误会已经解除掉了 而且以目前现在这个局势 连胜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舅舅 先不要指望别人 我是绝对不允许赵浅明这样 从我的手中把乌诺夺走的 我有办法对付他 等着今天下午的例会吧 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哎 你说我这头发这么短 做新娘造型会不会不太好看啊 不会 短发有短发的特点 只要把纹理 还有他的蓬松感做好了 其实会比长发显得更加灵动 更加活泼可爱 哦 这我就放心了 我还跟我家那位抱怨说 怎么不等我留个肠那么烦呢 结果他说他等不及了 你是气人不气人啊 你俩 应该感情很好吧 他应该很爱你吧 哎呀 也没有 我们其实也吵得不再一句半句 他风不爽不爽 但是 最后还是在一会儿 你怎么 这 没事 你来一下这边 一会儿给你换衣服 哦 哎 小婷 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只有让自己变忙了才能不去想 不管发生了什么 生活还得继续 是啊 生活还得继续嘛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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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小婷 我看见他了 看见了 看见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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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走吧 客人还等着呢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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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等下我们见其形势 不要一上来就针对赵前明 因为我害怕他已经收买了王董和李董 这样对我们来说很不利 放心 王董和李董一向支持我们球家 他们这个时候巴不得有人站出来说说赵前明呢 这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必须要趁这个机会搬倒他们 赵钱铭作为欧诺CEO 不仅不听董事长的命令 立即停止VIP业务 还肆意扩张 我现在提议 罢免赵钱铭CEO的职务 当初VIP扩张 那也是董事长你亲自批准的 现在欧诺出现了糟糕的状况 你不能怪我一个人吧 如果想要算账的话 那你作为董事长 也难辞其咎 我当然没有要推卸责任的意思 但必须要先解决问题 你 就是欧诺最大的问题 既然解决问题 那就不要计较谁的过失 现在欧诺最大的状况是 如何走出困境 不应该是罢免我赵钱铭 如果罢免我赵钱铭 真的能让股价回升的话 那董事长不用你说 我自己就可以引救此之人 这样吧 邵总 既然您现在把问题看得很透彻了 而且又是欧诺的CEO 那请问一下你有什么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确实有个提议 北美的SJ公司想要收购欧诺 我认为这是最好拯救欧诺的方式 我不知道各位董事有什么意见 你准备让他们收购百分之多少 五十亿以上的股份 不可能 赵钱铭 你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你是想把欧诺卖给别人 难道董事长还有更好的办法 解救欧诺吗 是银行支持呢 还是您亲自拿钱呢 赵钱铭 你终于露出你真面目 你竟然想联合外人 恶意收购欧诺 他们到底给了你多是好处 如果董事长真的有本事的话 还需要我赵钱铭这么费心吗 我是想解救欧诺于水深火热之中 被你说成什么了 董事长 我有个提议 我建议既然我们今天各位董事都在场 不如我们临时召开董事会 在这里决定是否让SG集团收购欧诺 不过赵总 您不会不知道 我们拥有绝对过半的实力吗 好 我也想看看 我能不能果坏 今天你可是决定欧诺未来的关键人物 胜负可就全靠你了 千万不能有差错 好 嗯 经过大家的投票 同意SG收购的占47% 不支持SG收购欧诺的占48% 赵总 结果已经出来了 您还有什么话好说 等一下 还有一位股东 孙总 孙总 难道 你也是欧诺股东 这是邱总转给我的百分之五的股份 是的 孙总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正在决议是否让SG收购欧诺 我相信你自有判断 当然 孙总 那你就表态吧 我支持SG收购欧诺 我支持SG收购欧诺 什么意思啊 我支持SG收购欧诺 什么意思啊 我安排 孙总 孙总跟你们见面的 这百分之五的股权 决定了我的地位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就算控制了欧诺呢 赵秦明 你太被逼了你 成王外寇了 现在我宣布重组董事会 赵秦明 你现在出卖欧诺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 欧诺跟SG正式合作 我负责对机 散会 你干嘛去 我要去找莲总问清楚 你能不能冷静冷静 你叫我怎么冷静啊 你看没看到小景都成什么样子了 Zither Harp 走过了泥泞荒芜 雨停出而风在幽默 你没走过我 来世的路 美梦有新的温度 回忆有温柔的虚目 我能看着你 就有满足 在灵魂深处 在灵魂深处 我狮子一般 孤独 习惯征服 却在旅途 对爱有了领悟 对爱有了领悟 你眼睛 人群中 明亮而清楚 于是我 决定为你 停住 在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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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狮子一般 孤独 习惯征服 却在旅途 对爱有了领悟 你眼睛 人群中 明亮而清楚 于是我 决定为你 停住 这城市 忙忙碌碌 偶尔清澈 偶尔舞 高楼里 尽尽处处 每个人都有保护 我偶尔忙得盲目 却在那个下午 看见你笑着 对我打了招呼 现在还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一定会解决的 他们压不够我的 越是到了这个时候 我越是不能慌 都只为你 千辛万 这一定不是欧诺的结局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我父亲的心眼 在我手上失去 一定不会的 就找到 我还有点事儿 先出去一下 一个吻 就找到 归来 银鼠 我只想让你知道 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你们 我就不会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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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